大家好 很高兴了 这个课程已经进行到尾声了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呢 还是继续向下进行这个项目 那么这节课我们进行的是 显示进度的这么一个介绍 那么之前呢 这个课程呢 我们已经从500字的限制突破了 那么我们从文本分割 到合成一堆MP3文件 到最后这个 把这个一堆MP3文件合并成一个MP3文件 那么 当然这个合并过程中呢 因为时间耗时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最好从这个 客户体验的这个角度呢 提供一下这个显示进度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个方面的内容 好 首先还是先看PPT 好 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 显示转换进度 然后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咱们这个文本太长 操作的时间呢 也很长 然后警告弹窗操作通知用户 那么弹窗操作呢 它有一个不是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说它是阻塞的 这个用户不点击确定的话 它一直在这显示着 然后后面的这个操作呢 也无法进行 所以呢 这个操作虽然是起到了这个通知的作用 但是呢 并不是很友好 还有就是这个 没有一个显示进度的这个空间 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转化到什么程度了 到底是进行了一半了 还是刚开始 还是快完事了 这个两个都没有 所以呢 我们就现在面临这么两个问题 那么我们针对这两个问题呢 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来了 最后对我们这个程序进行一下改进 之前呢 我们已经改进了很多地方了 因为从最开始的时候呢 分析完这个语音协议到这个第一个语音转换 实际上语音转换的一个部分呢 就已经完成了 但我们后续这些对这个程序的优化呢 都是提升这个用户体验 包括下一节课 我们最后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 在这个 我们这个课程完成之后 大家怎么样自己动手去 继续改进这个程序 因为我们这个课时长度是有限制的 那么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无穷无尽的讲这个 改进改进 这样讲下去 这个课程就讲不完了 所以呢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讨论一些 可能会需要的功能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实现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这个 我们是最后一项改进 就是把这个显示进度 显示给用户 那么我们 大家还记得 我们最开始用了一节课 讲了这个 大概是两节课吧 两次课程 讲了这个GUI的这个设计 在GUI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加了这个菜单栏 然后呢 我们随手就加了一个这个状态栏 这个菜单栏呢 认为这个曹安数呢 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些 但是这个状态栏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 我们一直没有用到 那是不是说这个状态栏 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用的呢 实际上不是的 是我们在最后这个时刻 才要用到的 这个状态栏呢 它可以用来显示 这个状态通知啊 这个状态栏是我们 这一套课程 整个课程里面 唯一介绍到这个空架啊 因为其他空架在 上一套课程中 都已经介绍过了 那这是唯一的一个新空架 这状态栏呢 它用来显示状态通知 并且可以显示进度条 这显示进度条呢 在最开始 我们设计GUI界面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通过那个 EricFord这个IDE的话 它是没法直接 拖进度条上去的 因为你放一个进度条 在状态栏上的话 它会被状态栏挡住 所以这个我们没法 通过这个GUI界面 操作完成 那么 那我们就通过代码来实现吧 这很简单 只要是这个GUI 实现不了的事情 它一定有办法 通过代码来实现 只要是GUI能实现的事情 代码也是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我们想偷懒 想快一点 好 我们来 继续向下看 这个 如何实现 这个 我们这个显示转换进度的实际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 打开这个Eclipse 我们这个开发环境 我在那个群里面 也看到不少同学 一直问这个PYCharm是怎么破解 但是这个 可能大家喜欢用PYCharm的比较多 这个我还真没有去使用过这个PYCharm这个IDE 一直用的是Eclipse 因为它也不用怎么破解 就是稍微启动稍微慢了一些 配置的话也是蛮简单 所以呢 能不折腾破解就不折腾破解 这边不是有开源的吗 可以用 但这个也不是强制的 因为好像PYCharm有很多特性比较好 还有那个sublime2和3用来开发python的话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可能需要做一些扩建的安装 那个空间的安装 就是插件的安装 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 我们这个程序已经打开了 那么 在我们这个 自开始的时候 做的这个UI界面里面 实际上呢 它是包含了这个状态栏的 状态栏叫什么呢 我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Label这些都不管了 这是manual吧 这是菜单栏 菜单栏叫manual吧 那么状态栏 大家猜一下 肯定有吧 这个词 往下找一找 好 这 Status吧 就状态栏 那么我们说这个 用这个GY的方式加不上去 是因为它加完之后 在这个地方完全被盖住了 所以我们只能用代码的方式来添加 这是我们之前画的这个界面 这个黑色背景呢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事 不过呢 我们也还是想办法把这个事情暂时的解决了 大家用的时候呢 别用这个纯黑的背景 用灰的就会好一些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怎么样在这个 程序中用代码添加状态栏 这个跟GY相关呢 当然就在这个mainwindow里边了 在这个里边 然后mainwindow里边 这个代码相关就在这个enate里边 出示范的时候 好 那我们就来加一句吧 这个程序呢 这是之前写好过的 从这边打开一下 好 像我们这个mainwindow里边加一个状态栏 实际上就在这个UI操作的这个里边 enate里边 那么 加一句这个 self.bar qt.gui 然后processbar 这个呢 qprocessbar就是这个 进度条 我们先实力化一个进度条 好 我们先实力化一个进度条 实力化一个进度条之后 实力化一个进度条 这个类 然后把它用这个self.bar去运用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像这个 状态栏中 加入这个进度条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句话 叫self.status.bar add permanent widget self.bar 这个add permanent widget 就是添加永久的这个空件 就像里边 加入之后 那个空件永远就在那了 不会消失 也就是一直处于有效的状态 加完之后 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时候运行的话 应该就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好 发现没有 这个时候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看到了这个 那么字体是 这边是看不到的 好 这个进度条 已经在这里显示出来了 好 因为这边是黑的 所以呢 这个状态栏 实际上我们还是看不到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 进度条 这种条现在没有进度 就显示是零 好 那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操作 这个 把这个 呃 程序运行的这个状态 显示到这个上面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呃 程序显示的这个状态呢 可以通过文字和这个进度来一起表征 那我们操作的就是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在我们的这个 呃 转换在这个草案树中啊 在这里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应该加一句 让他去显示 啊 不打算他自动补权了 这边有限兆了 收 message 让他去显示这个 我们相应的这个 操作的这个进度 那么首先是 在这里是文本加载完成 文本加载完成的时候 实际上你完成了多少工作啊 三分之一左右 加载文本 然后分割 这是分割完成了 呃 加载文本和分割 然后是把它丢到这个堆列里面去 堆列在 呃 一个一个的把它们转换成 mp3文件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是这个 把这n个mp3文件合成一个文件 这是最耗时的一步 也是第三步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显示一下完成30%吧 因为他满的是100 好 我们也别呃 一点点增加了 就直接跟他步进上来吧 啊 如果一点点增加的话 也是可以实现 大家可以通过程序区自己去计算 这个是 呃 显示到这个环节 那么再有就是这个 所有的都翻译完成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个里面 对 呃 合成成功 等待合成mp3 其实这边呢 就是 60% 就相当于我们又做了第二个操作 啊 但是这个地方呢 可以一点一点来 但是每次都要计算 就是你每换成一个mp3之后呢 你都要在这里边增加一个 再让你的进度条往前近一点 啊 可以这样做啊 但是我们这个只是个示意 所以就稍微快了一点 就直接让他 一步从30%显示到60%了 那么大家做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步做的稍微 可以详细一点 那么这一步是所有的mp3都合成成功了 那么等待合成一个mp3文件 然后这个make1file的话呢 实际上是 把这个所有的mp3文件 合成一个文件 还是这两句 等到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合成完成了 合成完成的时候呢 也是显示一个合成完成 我们现在这个文字呢 在控制台 不是在那个状态栏 可能显示不出来 因为这背景有点过外是黑的 要想显示出来的话 可以改这个字的颜色 把它改成白色 但是这个呢 我们用 不是很那什么 不是很方便 我们要回去修改这个UI的原文件 然后还要重新编译 再考虑过来 这个我们就不折腾这个了 实际上跟大家提一句 这是可以完全可以做到的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效果怎么样 我们还是打开一个小说 然后呢 为了简单起见把它截断 前面都闪掉 三五三十一字啊 就这样试一下吧 OK 这是百分之三十 文本加载已完成 因为改成灰背景 你就看得到这个 然后有一些合成错误 那没关系 它自动就处理掉了 合成错误的音频 不会到这个总的音频里边 因为它是 承改它的参数有问题 所以呢 也不会干扰我们正常的音频的转换 好 那么这边还是百分之三十左右 实际上这个镜条的话 是显示着一个 大部分的这个进度 如果大家可以想详细的话 比如说从零涨到百分之三十 一点点不进的话 就是每次转换一条文字的时候 就增加一点 每次转换一条文字的时候 就增加一点 要做一个处法 也不是很难 好 我们看看这个 还要稍等一些时间 几乎已经要完成了 好的 那么最后有一个是错误 不管它 这个实际上是因为这个 Tax的没有传递数值进去 没有传递这个综算进去 好 等待合成MP3 这变成百分之六十了 好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一层MP3 合并成一个 合并完成 南京用最后的力气 在海面翻起了巨浪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显示了整个这个故事 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细化的话 每次变湿成的时候 要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沃纳问 富贵的百分之零 因为 他每次重完成之后都是百分之百 沃纳最后一次狂笑起来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 国际公约早在五年前 就全面禁止补金了 这群狗鸟养的 霍普金斯破口大纳 沃纳继续狂笑着 哈哈哈哈 他们不讲道德 哈哈哈哈 社会部 给他们 哈哈哈哈 他们自己来拿 哈哈哈哈 海水淹没了小舱中的一切 在残存的意识中 霍普金斯和文娜 听到了蓝金波在东 又唱起了民众的尖歌 那生命最后的歌声 穿透血色的海水 在大西洋中久久的回荡 回荡 1998年8月23日 鱼梁子冠 开始读取文本 这边不用探号了 这样好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每次转化完成之后是百分之百 然后你一按这个转化按钮的时候 他就把它复为到零 从零开始 然后到百分之三十 这样的话呢 会 这个 解决这个每次转化完之后是百分之百 然后直接蹦到百分之三十的这个bug 他要先回到零 这是逻辑上的这个完备性 那么这里呢 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镜头条的这个显示 好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程序差不多到这 也就基本上 优化完成了 那么这有镜头条 这有显示 这个已经可以很直观的向用户展示 就是这个合成的这个过程了 那么也不会让大家等的时候很着急 不知道等了要还要多长时间 那么要等多久 好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呃 今天要讲的这个课程 然后呢 在粗辱化的这个程序里面 实际上还可以加入这个启动界面 这个我们之前呢也是讲过的啊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 这个之前讲过的课程里面是有这个的 直接从这个啊算了 我直接从这个里面复制吧 嗯 有一个splice 然后加到这个里面 大概位置在这个app的下一行 好 然后呢 这个明Windows开始show之后呢 这个 嗯 splice 就要这个 结束自己 不要一直在这挡着 因为都好 然后这个 我们这个图片呢 实际上要选这个 选这路径 那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我们图片的这个路径都在哪 找一下这个图片路径 实际上我们最 哦 最直接的方式是是到那个gy里面上啊 在这 叫pnc pnc 然后 我记得当时这个工程里面用的是 工程里面有一个这个小麦的这个图片 xempncpnc p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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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现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我们初始的时候呢 初始化的时候 这个GUI初始化的时候会显示这个小麦的这个图片 那么这边有sleep的一秒 好我们试一下 OK这边启动这边麦子学院 然后呢这边显示我们的这个主程序 如果你想让它显示的时间长一点 你可以放三秒 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我们大的程序的话 这个初始化的过程是非常多的 也是比较延时的 所以呢就不用加这个延迟产数 我们这里呢因为速度非常快的执行完了 所以我们加一个延迟产数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不是说非得要用这个时间去阻塞 这就是我们这个程序的请问界面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程序优化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节课讲打包和其他功能这个讨论 那么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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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